给大家看看我今天的战果 这个大包里的和小包里的是一个村子的 这一包呢又是一个村子的 这里面加起来一共是43斤 这一包呢是32斤 这个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这种小旁边带装的 就是一户人家就这么多 一户一户收过来的 这就是四户人家 这个一大包里面呢 也是这种小包的一家一家的 一个村子里面都是 到那边呢叫人家一提点提过来的 看到没有 全是这样一小袋一小袋装的 这一袋呢我去的时候 他们都放在波及里面 然后放在凳子上都在晒 迈想都差不多 我就让他们拿个瘦皮袋 全部给我装到这个瘦皮袋里面来了 就是瘦皮袋呢加的稍微有点高 但是干净黄亮 这个而且嫩 这个米干菜闻得好香 而且晒得也特别干 这么好的米干菜呢 必须去买点五花肉 回来做一个干菜蒸肉 我儿子很喜欢吃的 小孩子不爱吃那个素菜 但是这个干菜他很爱吃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干菜最近收的不多 就是我这个视频发出去以后呢 大家不要私信我买米干菜 私信也没有 因为什么呢 这一包是一个村的 我去是跑了 离我家有40多公里 这一包呢离我家有70公里 两个地方呢站起来100多公里 才收了70多斤梅干菜 之前呢有很多朋友订了 还没有给他们发货的 我每天都在收 收到一点就给他们发出去的 大家也不用私信我 当我把这批呢 前面订的朋友都发掉以后 我再去收梅干菜 我会在视频里跟大家说的 有需要到处找我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去买点漏 大理鱼都去掉了啊 看上去可以 没有带那个调漏的那个啊 带骨头的那个 带调漏这个叫调漏 骨头新的下午没有的骨头被切掉了 有骨头最好 有骨头的上午有的下午没来下午 下次上午再来买 盘庆一样现在 16块16块钱 青菜种类很多 小青菜抓一点 弄这个白菇炒青菜了 五花肉给它冲洗一下 我们用热水冲啊 这个上面油光正亮的 特别新鲜 今天我们就不焯水了 给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干净以后呢 要给它切一下 切成这种两公分左右的方条就可以了 这么大大块的吃着过瘾啊 然后我们再来切几面生姜 这个里面不需要过多调料啊 就加点生姜就行 锅里再少加点油 油热先下入姜片 把这个姜片的香味给它稍微爆一下 把这个五花肉下去 这个五花肉提前给它煸炒一下 不要变得太狠 表皮微微发焦就可以了 这样呢更香一些 也有的人呢做这个 它不炒的 直接倒点酱油拌一拌 然后再把干菜呢 一成一成铺上 直接蒸就可以了 我这种觉得先炒一下 很香 这个五花肉比较肥 出的油也比较多 但是没关系的 因为梅干菜 它是特别细油的 看到这个表面呢 有点微微发焦 我们就可以了 先给它烹一点黄酒 生抽来一些 生抽是提香味的 我们少放一个这个老抽呢 把颜色给它上一下 这个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盐我们就不放了 糖呢 放了多一些 因为梅干菜的本身它就是咸的 再加上多酱油 它这个咸味已经够了 如果我们再放那个盐呢 这个菜就特别咸了 这样炒匀 我们就先给它出锅 这个架构式 我们已经摆上了 干菜 就是梅干菜 然后准备一个大点的盆子 因为今天肉多 要不然摆不下 这个第一步呢 是在这个盘子底部 先撒上一层这个干菜 这个干菜不需要泡的 不需要泡 不需要洗 如果泡洗过 它这个香味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肉 炒好的肉呢 一块一块铺在这个底上 均匀地把这个底上铺满一层 铺好以后 这个梅干菜 我们再在上面撒上一层 然后再给它铺上一层肉 最上面再撒上一层这个干菜 就是一层肉一层干菜 这样均匀地摆好 大家不要看这个干菜 现在这个硬邦邦的晒得很干 它蒸完了以后呢 它会把这个里面的油 吸到里面去 慢慢就软掉了啊 这个最上面我们再来撒一点糖 如果不喜欢吃太甜的呢 可以不撒的这一步啊 我们喜欢甜口的 所以说要多放一些 这个样子准备好以后呢 我们就直接上锅蒸就可以了 我们准备一个勾压锅 给它加一点水 放上蒸架 然后把这个干菜肉 直接给它放进去蒸就可以了 这个干菜肉上面 最好以那个小扣盖子 给它扣一下 防止这个水吸进去 没有我就不扣了 然后我们给它 给它刮压锅盖 上汽以后呢 压个40分钟 小火压啊 再准备点小青菜 我们加水给它泡一泡啊 我没有放香菇 放一个白菇 白菇给它洗一下 我觉得这个白菇啊 更鲜一些 白菇直接给它 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 一起放水里给它泡洗吧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给它关火把气放一下 这个闻得太香了 水都差不多蒸干了 散着了啊 大家看一下 刚才黄亮的这个梅干菜 蒸出来以后却黑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下面油 这个肉已经蒸烂掉了 这个油都在下面啊 锅里再加一点这个摄拉油 油热下入青菜和白菇 这个白白的颜色还挺好看的 下点盐 来点糖 这个一炒啊 里面就要出水了啊 我们要给它稍微焖煮个一两分钟 哇 出这么多水啊 出锅 梅干菜闻得好香啊 太香了啊 这个梅干菜一蒸啊 整栋楼里面都是这种干菜的香味 今天不知道是我记错了还是什么 感觉这个蒸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 是不是我记错时间了 去的是看的时候 真的肉啊都有一点快蒸烂掉了的感觉是吧 那好吃 来 这个干菜大家看啊 我们直接就干的放在里面蒸的 这个肉入口即化 嗯 它这个烂 可能跟你们传统意义上的烂还是两回事啊 这个就是那种稍微有点嚼劲的那种烂 这个干菜香 你喜欢吃肥的呢 还滴着油的上面 今天买了一斤多的肉 这个五花肉 一定要 最好就是带骨头的那种调肉正才香 没多买一点 就买一斤多啊 这盆就这么大 没有大盆呀 那笼子 所以你一盆这么下 可以多装两盆的 多挣两盆的一下子啊 嗯 我们现在条件有限 这个来 这个时候就是那香味啊 全都飘出来了 哎 哎 这个糖蒜下酒 绝对一流的 干菜加肉 看这个油 照样的滴啊 太香了 这干菜吸满了油 嗯 它不吸满的油 它放不开去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肉越来越香啊 嗯 这个来 先给它干燥啊 哎呀 那小青菜炒蘑菇要好吃的 嗯 哎这个五花肉太漂亮了 肉脂晃了啊 好大一块 你吃了第一口就吃了 你也想吃第二口 嗯 嗯 这个干菜啊 今天吃不掉 明天再蒸 明天呢 留的多出来了 留的蛋炒饭啊 没干菜蛋炒饭 还烧别的菜 特别香的啊 我加一层油 嗯 今天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支持 是不是 的 �냔 对 所以 没吃到 不是 对 对 的 对 你的 对 趕快 我 还 好